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与刘德华一起成为了香港无线电视台第十七艺员训练班的学生 在训练期间 两人一起为当时的巨星周润发套笼套 而后来 梁家辉面对当时TVB近乎卖身器的八年工作合同 年轻气盛的他毅然居然选择了退出 离开之后 正在寻找工作的梁家辉偶然结识了大导演李汉翔 使他成为了香港电影史上最年轻的影帝 但也让他事业陷入低谷 由于《火烧圆明源》是香港和大陆的合拍电影 梁家辉被台湾制片方要求写毁过书 否则就要被台湾全面封杀 同时的香港非常看重台湾电影市场 而拒绝写毁过书的梁家辉 在香港也就面临着无戏可演的窘境 为了生活的影帝不得不在铜锣湾摆起了地摊做小贩 买一些首饰和手工艺品来维持升级 偶然的那个刚刚好那个时候大学同学 几个同学都失业 有一些首饰用皮条做了很多很多事物 我已经是一个影帝 也有很多人认出来 他们都会很好奇地过来 哦 你是不是 我说是 请看看我的活品 就在这困难的时期 他结识到了他的终身伴侣江嘉年 那时的江嘉年是电台制作人 偶然听说了梁家辉的遭遇 心里很为他不平 不仅启用梁家辉 而且还陪他一起板地摊 梁家辉说 她是一个让男人没有压力的女人 当时我穷困潦倒 在他面前却感到很放松 可是当时的江嘉年一有男友 梁家辉也只能将这份爱慕 暂时藏在心底 三个月后 梁家辉从同事口中 得知江嘉年已和男友分手 他非常激动 意识到这是老天赐给他的一个机会 他买了两张电影票 直接去找江嘉年 一点一滴打动了江嘉年的芳心 谈了半年的恋爱 梁家辉自己动手做了一张结婚证 两人正式步入婚姻 彼时香港明报上写道 梁家辉娶了一个人人喝彩的老婆 结婚时 梁家辉的银行卡里只有八千多块 七千五百块花在了蜜月套房和晚餐 剩下的八百块给老婆买了结婚戒指 梁家辉在采访中曾说 结婚后 他和老婆每十年就会重新换一次结婚戒指 代表着两人的感情 历久彌新 之后 梁家辉加入香港新一城公司 当时正值英雄本色横扫台湾 周润发 许克和迪龙等人莫选下 台湾文化局解除了对梁家辉的封杀力 后来梁家辉就在新一城公司 拍了第一部电影《夺命佳人》 梁家辉与其他同期演员的区别在于 他是正规的大学毕业生 对于职业有自己我夸的考究与演技 对于人物特别啃下功夫琢磨 他很清楚电影业的运作 直到每个演员都有灿烂和落寞的时候 因此 比起影迷们的掌声 他更倾向于去享受拍电影的过程 直到1993年 他赴越南拍摄电影《情人》的时候 江家辉也陪同前往 在拍摄期间 他被黑道血迫到菲律宾录制另一部电影 独自留下的江家年也被人软禁 在这样的危机关头 江家年表现得非常镇定勇敢 他打电话给梁家辉 安慰他不要害怕 不要慌张 另一方面 江家年说服了监视他的人 带他去节目后的黑社会头目 与其进行了艰难的谈判 面对对方的威胁 他说 我既然来了 就不怕死 可我死了 对你们也没好处 你们是生意人 无非想自己拍片子 多挣些钱 《情人》是一部受瞩目的大片 我敢说这部片子 会让灰仔的知名度 有一个质的飞跃 你们让他安心将这片子拍完了 再去拍你们的 对你们的票房只会有好处 你们采取这样的行为 大家心里都不痛快 他即使去演也演不好 又何必呢 这番说辞入情入理 打动了黑社会的头目 梁家辉得以返回香港 两人在香港机场重聚时 放声大哭 这是梁家辉唯一一次 在公众场合如此失态 也是在这一年 二人的双胞胎女儿 梁颖辰和梁静希降生 孩子的降生 让梁家辉有多一种身份 幽默豁达直率的父亲 电影《情人》为梁家辉 获得了国际影坛的认可 随着她事业的稳定发展 江嘉年也逐渐退居她身后 成了一个将家庭 作为事业的女人 梁家辉也是全身心 投入演艺工作 之后三次获影帝 《演技之神》 始至名归 《九二黑玫瑰》 对《黑玫瑰》 讲述了作家黄蝴蝶 因工作失忆 玉途跳海自尽 另一对情侣误以为解放 从而引发一系列乌龙事件的奇遇 细访粤语老片的《黑玫瑰》 梁家辉细访擅长扮演 多情公子的老少事演员吕齐 将怀旧尽行到底 她由头粉面的造型 举手投足之间的浮夸与架势 复制了老粤语片中 男主角细微十足的相调 是个浪漫中有间隔的角色 你们潮州人哪 最拿手穿鱼丸 水里一煮啊 十五块钱一碗 多好赚啊 笑什么 有吃的你就吃啊 东西不好吃啊 把这个吃啊 开个玩笑 黑社会之龙城岁月 讲述了一个传统帮会 在两年一度寻老大的过程中 帮派里的五虎追查老大的信物 并加入这场老大角逐中的故事 梁家辉再一次用自己的演技 让人为这倾倒 你们两个韩南 经验不足 也学会保护自己 别被人杀了刀 给足你们两天时间 希望你们到时候 拼也拼出足够的证据 再传我上来问话 你是个副处长吗 我们这样做 也是西方帮警队排毒而已 走走走吧 知道这游戏怎么玩了吧 的韩战 讲述了在新时代背景下 一辆价值不菲的警察冲锋车被截止 随之整个香港都陷入到安全危机 警匪之间展开高智商较量 剧情缓缓相扣 节奏洗练 保留了香港警匪片固有的清点元素 但也有不法创新 阵营之间有激烈对抗 有暗通款曲 所要表述的内容众多 却能一环扣一环 带领着观众紧锣密布地往下思辨 如今梁家辉应该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 但如果遇到好的剧本 他还是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出演 或许这就是影帝和明星之间的差距 关注更新更新 带来更多精彩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